我跟她一起 她陪我一起过去 她陪我一起过去 好好看啊 你好 我来挂号的 有预约吗 有 下午两点 木笛 来 那边排队 这些都是来看病的啊 来这儿不是为了看病 还能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那我是预约的两点 是不是应该排在前面呀 姑娘头回来吧 预约成功只能说明 你今天有了见刘大夫的资格 到了这儿呢 都得排队 甭管谁都一样啊 那为什么要预约呢 直接说到这儿排队 对不就行了 你这什么态度呀 我跟你说话呢 没什么好解释的啊 我们这儿的规矩就是这样 先倒先看 你看看前面那全是老人家 你还好意思插队呀 我没说我要插队呀 你这个人 少阳五遭 有气对身体不好 你要不坐那歇一会儿 要不你看看找个地儿晒下太阳 多刷下太阳就身体有益 小白 阿姨 来了 我来给您 谢谢啊 来来来来 跳热 给你拿着 谢谢啊 小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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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号 我的号 那咱给你拿一个 别 那咱给你拿一个 走啦 小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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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阿姨 能让这个大妈先看吗 再晚就赶不上回村的车了 行行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你 你什么行为 你为什么插队啊 不是你说的吗 到这儿都要先排队 谁都一样 那你为啥插队啊 我都在这儿等了两个小时了 你没看见吗 人家大妈是特殊情况 再说了 人家前面的叔叔阿姨 都没说什么 你个年轻人 怎么一点不宽容呢 这不是宽不宽容的事 我相信大爷大妈们 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他们也不会助长 你这种插队的风气 姑娘 你着急啊 你到我下面陪 不着急 大爷 不着急 不着急 你看看 年轻人多向人家老年人 学习学习 火气别那么大了 是不是太阳晒着了 都不找个凉快地方 再待一会儿啊 马上就到你了 你别给我上班上线 怎么还成了我的座 太久急差了 我这怎么能不当啊 都挺闭了 一会儿就到咱了 多大点事了 她态度不好 姑娘 坐吧 你不是关号的吗 怎么我看病 你还要在这儿旁听啊 人多的时候我负责关号 人少的时候 我跟老爷子学一学 这是病人隐私 不方便你一个无关人员 在这儿旁听 请你出去 我也算是老爷子的羞徒 不是什么无关人员 好了 你平时也是大声说话和高声喊叫吗 不是大夫 我平时气是挺温柔的 我是吹唆呐的 可能用气比较多 那就不奇怪了 但是搞吹月的人哪 多半都是气虚 所谓中气不足 像你这样情不自禁地大声说话和高声喊叫呢 说明肝痒上抗 你平时搬有头晕和眼睛发胀的 睡不好觉失眠 还搬有经常性的心情郁闷 是 你像什么样 爷爷 这种人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 你心情能好吗 那这个小白啊 你就出去落会儿吧 哎 她是我义子 有时候过来帮我一些忙 姑娘 你得把身体 彻彻底底地调养好了以后 才能够动唆呐 您的意思是 我以后都不能吹唆呐了 不是 是生病期间尽量少吹 你瞎了 来 你就按我这个方子去找药 半天以后啊 保证你的病就能好了 半年啊 你好有人吗 你好 你到底干什么的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我跟你说了嘛 我算老爷子办个学徒啊 你有药技师资格证吗 放心吧 你让我给你抓 我都不给你抓 药医师熬药去了 我只负责传递 临时帮忙 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比赛了 那我找你 你做什么 我还是给你做 你找我